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一讲 税收征税权的故事 因为这个税收征税权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税收宣传都是什么 拔更多的额毛 听更少的额叫 然后把税收都宣传什么呢 是调节贫富 那说的好听极了 调节贫富来做这件事 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是什么 贫富的话是一次分配来解决 就是劳资分配的时候解决 你税收的时候呢 你已经把钱都给人家了 你想再收回来 那是什么概念 付水难收 你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就是一次收入分配解决不了的 你想靠到二次分配来解决 这个成本代价太大 好多事你是做不了的 但是呢 人家税收的话 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老的宣传就是 我增加这些税收啊 都是要对富人收的 对富人收的如何如何如何 其实呢 对于这个税收啊 在国际博弈阶层博弈上 很多人的认识呢 是非常浅薄的一个认识啊 人家实际上在美国干什么的 为什么有时候一加税都是富人很高兴 穷人在那儿看热闹 中产最反对啊 这是美国的状态 整个这些税啊 这样子给的宣传的就是什么 你好像你这个穷人的话 你看见没 这个税啊 不是争你的 谁要付了 我们要付的去掏这个税 对吧 说的可好听了 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讲啊 这个红眼税收呢 实际上这个里头 我们先讲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就是人家讲那个蟹楼 蟹楼里头呢 就那竹边的那螃蟹 能爬上去 人家就说了 那蟹楼里头啊 有一只螃蟹的时候 它肯定很快就爬上去了 蟹楼里有一篓子螃蟹的时候 它哪个也爬不上去 谁想爬上去了呢 就把谁给拉下来 知道吧 因为我上不去 不能让你上去 实际上这个事啊 很多税收的时候 它那个带路党 给你带来的声音就是什么 我们收都是收富人的税 不是收穷人的税啊 你的富人 富了他应该多交点税 多交点税呢 对这个社会的进步点 对吧 他的遗产也都应该多交点税 他的那个公司 挣了这么多钱 他也该多交点税 但是这个问题啊 你从来大家都不在想 这个里头有什么问题 没有 这为什么的话 你看这个美国支持的中国的这些人 他都在中国在宣传这件事呢 美国的话 撒口粮的在中国来宣传这件事呢 你要知道 美国它有避税特区的 它也有各种故事的 而且美国的资本采取的是另外的方式 好多人不知道 实际上这个事啊 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税收 它打断一个家族或者企业的财富积累 你要比方说这个遗产税 它首先打断的是什么 你这个家族的跨代积累 不能跨代积累 你很快大家都不要太富 一说起来呢 好像也挺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则的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只要不打断这个 跨代积累 那你就不能威胁到 他们原来已经富的人的统治 知道吧 你的企业不能跨代积累 你不能快速的去积累财富 你积累的财富利润一高 就交税啊 你的企业怎么能快速的去挑战 它的企业集团呢 你要明白是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富豪的这帮人 他的钱啊都不交税 怎么不交税呢 我们就要提到什么 信托啊 我用个遗产税 逼得你呢 你要不你就被我遗产税收没了 要不呢 你信托给我 信托公司是我的 我的财产也在我的信托公司里 然后这信托公司呢 如果我们前面看 信托公司也有爆雷嘛 对吧 信托公司里头有好多财产输送的 你的那信托公司以后呢 也是我们操盘 我们来控制 你要明白这个世界是这么玩的 就等于你这家家族 你想积累财富 你要能取得以你自己的名字 特殊的信托公司 你才能做到 否则呢 你根本做不到 你几代我就把你争光了 知道吧 是干这个的 除了信托以外呢 还有公司发展 你看那个公司啊 任何一个公司 你在快速成长的时候 你都有很高的利润 对吧 你就像华为 这样的快速增长 你就可以收到好多税呀 你税收完了以后 它怎么跟你比增长 你像中国的话呢 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方式 比方说高额的税收了 我再给你补贴 高科技呢 可以少收点税 但是我们实际上说这时候啊 你这个补贴 你要三减三免啊 干什么 它也有点连线 对吧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它有些这个企业的发展 它未必是高科技啊 你比方说咱们一个传统文化老字号 它放发心声 它采取了一些 比较好的经营手段 突然间呢 它获得了发展 打败了竞争对手 走向世界的时候 利润比较多对吧 好好交交税呗 然后或者呢 你把你的公司 别在中国了 你注册到离岸港上去吧 离岸港都是我美国人控制的 坐在离岸港 那离岸港都是免税啊 搞个全球避税呗 你搞全球避税 下面的故事是什么 你一旦这公司变成全球化的时候 全球化的结算货币是谁呢 是我美元嘛 原来这个里头 你的东西都到我的篮子里来了 你要知道现在 为什么给你宣传 让你这些红软的收税 它就要打断你的一个财富积累过程 就是你这一个公司 小公司你别长大 你一长大就要交很高的税 你交这些税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长大的机会 你实际上是这么个故事 然后呢 你现在说了西方不是也有公司吗 有公司长大 不是这么长大的方式 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这样的方式呢 采取的就是烧钱模式 资本控制 你看一下子 你看这网络都是这样 我资本呢 你很小的时候 没有利润 没有什么给你个非常高的估值 然后呢 你去烧钱去 你烧钱嘛 当然就没有所得税了 对吧 你所得税再高也无所谓 然后你的高估值干嘛呢 我们前面说过 我写过数字泡沫这本书啊 通过你的高估值 去兼并一些传统企业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一方面 你想没想过 凭什么给你那么高估值啊 包括你看现在炒的估值特别高的 叫做PPT造车 对吧 人家那几个PPT造车 就给那么高的估值 凭什么呀 好多人没想明白这凭什么 那我们可以告诉你 凭什么 凭你是白手套才行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 所有的这个PPT能给高估值的 基本上呢 在中国都是VIE结构 你看看这个结构啊 接下来弄到外头区 然后呢 资本给你非常高的估值 然后呢 你当白手套 白手套以后 你得尽点义务嘛 所以你再注意一下 所有这些VIE结构上市以后 成功了以后 它的资产去向在哪呢 咱们再告诉大家了 信托 知道吧 都信托给我 实际上就是等于你 不当白手套也立功了 你的后人信托 也能分享点好处 但是呢 你信托了以后 这些财产的控制权 在我这手里 实际上真正值钱的什么 是控制权 控制权的这个金手指 这才是一个国家的 顶层设计是该怎么样 它利用了你下边什么呢 大边的红眼 为什么讲高级黑 下边一定配着低级红 然后呢 一定配着这红眼 然后呢 利用你这红眼税收 你这红眼他就可以说了 你拼命的去收啊 像这个事啊 中国不收 遗产税是有绝对的利益的 你要知道中国的人是什么 你不收遗产税 你会让很多人啊 真正有钱的人 你要可以考虑 你是否润走 你要想一想 所以他为什么 老要拿遗产税的大棒去威胁 威胁的是什么 一个是让你赶快信托 一个呢 你看你赶快移民吧 你移民到美国 美国也收 中国也收 你不会说你在中国不收 美国收 你想这样的话 人家不是移民就有顾虑吗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要知道 在美国这些遗产税 割的是啥 你想在美国赚了点钱 想跨带积累的时候 吃一刀给你磕掉 知道吧 你别跨带积累 你看中国过去啊 搞的是什么 你这个想付了 它是另外一个做法 推恩令 几个儿子 多娶老婆 所有的孩子呢 甭管敌数 都是一样的继承财产均分 必须均分 那是这么规定的啊 古代是这么规定 那么呢 越分越小 不要有太多的财富 集中 这是中国的方式 美国的方式什么 百分之多少几十的 直接人家搁走 你不愿意搁 信托到 我们幕后统治的 我那爹的匡里去 就行了 知道吧 这个你要信托 你要知道这个天天叫直接税 要叫遗产税 叫什么的 这个人的话 就搞信托的 知道吧 人家的话呢 在香港 避税港 是这么样一层关系 他就说你信托了以后 就给人家了 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啊 到底是怎么玩的 美国人在怎么设计这个税收 怎么顶层设计 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在中国的企业的崛起的时候 你是不能给他太多的税的 你相反呢 你在他很成熟的时候 你说税多点 也可以 但是美国人 有美国人的办法 你想美国人的崛起 他就通过资本 给你个高估值 然后呢 你一烧钱 你通过烧钱呢 烧钱 我们还说了一个话 叫做资本倾销 我利用呢 他的资本的 价值的 不一样 他低于资本成本的方式 给你 给你超高的估值 靠这个资本倾销 靠这个倾销的方式 他实际上是什么 国家发展企业内部的资本的竞争 中国的资本 你竞争不过他 中国的资本 给不了那么多的估值 没法像他这么倾销 他可以这么搞 你就明白这个世界啊 财富游戏是怎么玩的 知道吧 你这么去收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 你把直接税收上去了以后 那就意味着 中国再也没有民营企业 可以长大 没有民营企业 能挑战人家 这才关键 没问题能挑战他的西方的资本的秩序 知道吧 你要是说 的话呢 从中国的普通人来看呢 哎呀 他是富了 这是为什么讲 这个红眼税收啊 在中国是特别有市场的 你就一说起来呢 都让富人交 心里呢 就特舒坦 知道吧 但是这个事啊 这要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竞争的角度来讲 你一个国家民族竞争 一定是这个财富要跨带积累 对吧 企业要持续积累增长 结果呢 他要靠这个税收 把你这个财富的跨带积累给打掉 企业持续增长打掉 逼着你呢 你要不你企业呢 VIE注册到离岸岗上去 离开你的国家 要不呢 你个人的财富信托到他的框里去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要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玩的 世界的潜规则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谢谢观看啊 除了相关的话题 我们还会持续的进行讨论 再见